渔幼署举办十大经典大魅力渔港选拔 目前是新北市的深澳渔港 占据特色组第一名 而其中最让网友叹为观止的就是橡皮洞 海时拱门自然形成的特殊景观 来到深澳渔港首先一路眼帘的就是这一个酋长岩 从远处望过去一头飘逸的长发和深邃的五官 就像是印第安人酋长的侧脸一样 接着往小路走去爬上防坡堤 就可以见到与基隆山相望的深澳湾 而一旁还有不少的吊客就站在岩石上垂吊 继续在往上爬沿途满是郡状岩 爬了十几分钟后到了山顶 看到一头约十层楼高的巨像 正伸长着鼻子喝海水 真实的模样令人叹为观止 不只国内民众就连香港的游客也莫名而来 一探美景 也就是因为这个海时拱门自然形成的橡皮洞 在渔业书举办十大经典大魅力渔港中一直独秀 截至周日傍晚为止以三万两千多票击败宜兰县南澳渔港和金融市八斗紫渔港等强敌 占据特色组第一名 这边橡皮来讲的话是从我们从小时候坐渔船就是这样玩 很像 大象 大象在取水 真的很像 而飘雪活动还在持续中 一直到1月21号周一下午六点截止网路投票 不过居民提醒 由于橡皮洞之前是军事用地 虽然已经开放参观 但沿途悬崖陡峭并没有护栏等措施 游客到此一游 千万别靠近悬崖边缘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陈小青 陈信龙 新北市报道 年关将近 每年创世基金会举办的街油尾牙都备受期待 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 募款的目标只达到一半 希望社会大众一起帮帮忙 而另外呢 每一年办爱心流水席的万华挂包级老板 今年他也打算要继续办 老老板的目标是去年八百桌 今年要成长到九百桌 拿着一万六千元的红包 张先生和张太太特地坐继承车送过来 就是要替刮包级的廖蓉吉老板 主办的街油尾牙尽一份心力 赞心人士应该多支持 小红包一些心意 廖蓉吉在万华经营挂包摊二十七年 今年是第十八次要办爱心流水席 小年夜到大年初二 打算要连办四天九百桌 他说要让赶扣郎吃个饱 九百桌 要差不多三百万以上 我先负责一百五十万 我一定要有筹备 先筹备好 到底现在倒还没有收到一半 不过每年都会举办 街油尾牙的创世 仁安华山策略联盟 却因为今年景气不佳 政府机关陆续取消尾牙 除了接到许多街油电话询问是否会停办之外 也面临募款短缺的窗禁 创世基金会指出 今年的目标要在二月五号在全台湾十四个地方洗开三天桌 服务三万人 总经费需要六千四百万 但是目前经费只没到五成 希望大家帮帮忙 让街友单亲妈妈独具长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高雄警方在纳马夏山区破获山老鼠集团 当场人赃巨货 起出五大块共134公斤的牛张残材 而令警方讶异的是 其中一名嫌犯 竟然是四年前涉及职棒迁读案 遭到拉宇雄队开除的前职棒投手许文雄 身穿粉红色外套身材壮硕 留着长发的嫌犯 因为盗取牛张木招警方逮捕 和同伙三人被移送高雄地检署 而令人意外的是 他竟然是田职棒投手许文雄 高雄警方在纳马夏山区 经过两天两夜埋伏 破获道法牛张木集团 起出五块共134公斤 市价约四万多元的牛张残材 人张并货 不许文雄否认道法 强调只负责搬运 曾经风光一时的职棒球员 沦为山老鼠 他表示是遭任职的工厂 集钱薪水三个月才会铤而走陷 看过他以前的职棒时代的照片 跟他被逮捕时 判若两人 他自己也一直在表示 他当初不应该参与那些事情 也很回不当初 许文雄从国中开始进入棒球界 2001年加入职棒 曾经是老英雄队的先发投手 2006年第二届亚洲职棒大赛 面对日本火腿斗士队 先发六局 只被撬出两次安打 没有失分 连日本总教练都赞誉有加 2008年北京奥运中日大战 更被誉为抗日英雄 却在2009年涉及职棒迁图 打假球案 遭球团开除并且球场 过去曾被称为纳玛夏之光的名头兽 现在沦为山老鼠 更让球迷心碎 记者高中综合报道 寒假开始了 今年中小学寒假 包含农历过年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观光局首度整合全台19家主题乐园 从1月21号起到2月9号 共同推出早鸟方案 包括每天100张新台币100元的早鸟票 各家游乐园也祭出多项折扣活动 要来抢攻寒假的国内旅游市场 绿型滑板极限挑战 七层楼高的自由落体 北台湾连日英语寒流后 寒假一开始就是好天气 各大游乐园都涌入大批的人潮 今年中小学寒假加上春节 总共有30天 观光局特地整合全台19家主题乐园 锁定亲子旅游市场共同推出早鸟方案 各主题游乐园也在寒假及新春期间 推出多项折扣的活动 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入园 这次配合交通部观光局 在寒假期间我们推出了三重的好礼 第一重就是早鸟的专案 就是我们所有游客带的小朋友 到游乐园来 前100名我们是只要100块 孙节期间人潮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管制 例如说如果说人是超过 1万5到2万左右的话 那我们会可能请游客 可能是购买新光票 那就是下午再进来 观光局表示 国内旅游市场持续看好 除了各个国家风景趋势 长假期间的热门旅游景点 主题乐园预估人潮也会成长 尤其9天春节廉价 出游人数预估会比去年成长 一到两成 去年游乐区创造了 912万的成本人口 营业额是58亿 那么这次业者希望 今年能够充1000万人 为了避免出现游乐区 车多拥塞的情况 观光局也特地请警方 加派人力在各个旅游景点 指挥疏导 也请各个游乐园区 加派接驳专车 希望民众出游的同时 也能免去塞车之苦 记者物亚宇 刘翰林特区报道